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听老宋,砍大山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是觉得夫妻的感情更亲呢? 还是兄弟姐妹的感情更亲呢? 这一问出来,估计大家都得一合计 哎呀,是啊,这个好像有点难以取舍呀,对吧? 兄弟姐妹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这种血缘关系之亲不可改变,对吧? 那夫妻之间呢,相容一模的一家人,共同奋斗,共同努力 创造自己温馨的小家,也是陪伴自己最长的一个人,对吧? 那怎么能不亲呢? 那这两个人要比起来,如何取舍呢?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到底是觉得夫妻更亲? 还是兄弟姐妹更亲? 那咱们老师说,第一点 兄弟姐妹啊,年纪少的时候,小的时候在一起,哎呀,那肯定是很亲啦 亲得不得了啊 因为什么?一家人,又血缘关系,成天要在一起,又单纯又无邪 两个在一起,肯定非常亲密,非常好 但是,年龄大了以后,开始有了利益纠葛 开始个人有个人的心思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不那么亲了 是不是?啊,你说的朋友说,哎呀,不是啊,有的,哎呀,你跟你讲 尤其是,呃,有一些啊,什么,比如说两个儿,谁结婚啦 父母给这个多啦,给那个少啦,又怎么样啦 这种争执,经常会发生,或者心里不舒服,哎呀,什么 哎呀,父母偏先塌啦,怎么怎么样啊 这点女孩儿中也经常发生,对不对 哎,所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亲情,还有没有,有,当然有,还是很 但是这种亲情变淡了 嗯,就绝对没有小时候那么亲了 朋友们承认吧,哎 好,第二点 第二个方向就是说,各自成家以后,哎,无论男女啊,各自成家以后 然后,你和你的兄弟姐妹,其实就不算一家人了 你们是两家人了 而且各自有各自的小家 各自怎么样,都会为自己的小家而奋斗 都会为自己的小家而努力,倾其所有 夫妻两个人齐心协力 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什么 兄弟姐妹,当然没有媳妇亲啦 因为都是想把自己的小家过好 兄弟姐妹感情带深 在那什么的时候 需要帮助的时候 首先也得是考虑自己的小家 把我自己的小家稳定了 我再倾其所有帮你 对不对 你说哪个是 啊 我说我这个 你需要,比如说需要 咱就说最简单的,需要钱吧 就这边,行 当哥的,我给你拿 但是首先拿多少呢 我不能卖房卖地给你拿吧 我不能把家里钱全拿了吗 对吧 你做生意 那赔了呢 对吧 我这边还有家呢 我得照顾孩子,照顾媳妇呢 对不对 哎,我只能给你 哎,关于好 我多拿点 关于不好,少拿点 对不对 我尽力而为 是这样的 但是夫妻就不同了 我们两个要一起做生意 什么 一龙俱龙 一损俱损 两个人 所以说怎么样 全力一服 一起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共同的 那这么一个感觉来 是不是 夫妻更亲一点 好了 第三个 兄弟姊妹之间 不可避免的 哎呦 成家以后什么 攀比之心 那朋友说了 哎呀 那是真的了 我人之常情 人都会有的 兄弟姐妹 就像我以前讲过一个 兄姐妹和朋友 都是一样的 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过得好 我也希望你过得好 但是你过得别比我好 这是最好的 就是什么 我过得很好 你过得也很好 但是你比我差一点 哎呀 这都最舒服的 他另一个人都不太舒服 我为什么比你差一点的 你比我差一点最舒服 就这样的 人都是这样的 比什么 比车子 比房子 比工作 比另一半 比收入 比物质生活 比吃比穿 所有这些 隐隐约约都在比较 还比较什么 比较孝敬父母 当父母又病重了 还要比较 谁付出的更多 谁付出的更少 付出多 那个人就在想 我怎么叫我付出多多 你看我这一天 照顾父母 你这也不管 那边说了 哎呀 我这多给钱了你 你那没拿钱的 你少拿钱了你 对不对 都怕米怕 哎呦 也说了 不会 我们这 是由撤出的 兄弟姊妹之间 不攀比 怎么怎么样 谁有利 谁出了 这样说你们 毕竟少数 大部分都怎么样 花一万 咱人拿五千 都这样 是吧 有几个说的 我先拿了 你别管了 第一 除非条件太好 第二 你的另一半 你真的能说得算 你的另一半不出 干吗 不一定吧 对不对 所以说 这种时候 必然就存在了这种各种攀比 各种攀比 一出来 就会有了什么心 就会有了羡慕心 就会有了嫉妒心 甚至还会有了一点点隐喻的恨 所以说到这点 就很多兄弟姊妹 你发现 面上走的还可以 但是心里走的就是不亲 就是亲不起来 尤其你的另一半 然后再打点偏顾 吹点枕面分 哎呀 那关系就 越来越疏远 越来疏远 那是得疏远一阵 可能到随着年龄增长 哎 又回归了啊 但是有一段时间 确实是不太亲 是这样的 对不对 好了 那再来说第四点 第四点什么 夫妻关系 为什么这么亲密啊 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 他们有一个纽带 怎么纽带 孩子 这点是 兄弟姊妹之间 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纽带 而夫妻之间有一个 最重要的纽带就是孩子 有两个人 不管他们两个人怎么样 不管说我觉得你好不好 不管甚至说到一定时候 可能说感情没有什么的啊 但是两个人有一个目标 就是对这个孩子都好 这个是两个人共同的目标 任何两个人当你俩有一个共同目标 共同志向的时候 你俩在一起就会很很和谐 不管什么事情啊 你两个比如说 干个公司也好 出去做生意也好 你们出去干什么也好 你们两个有一个共同志向 你们两个朋友会很好 你发现没发现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志向 那夫妻两个也一样 夫妻两个有个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志向 何况还不止一个 一个人把这家 把自己小家过好 再有一个他们有共同扭带孩子 无论他俩怎么样 关系不和谐 但是这个孩子是他们俩共同的目标 他们俩全部的爱都撒在这孩子身上 那么你告诉我 这个夫妻俩感情怎么能不亲呢 怎么可能呢 心为有了这么这个扭带呀 都觉得我把心付出一个 你看我老公也付出了 你看我媳妇也对孩子 两个人都想 咱们怎么样孩子 想的都是怎么样孩子更好 对不 那兄弟姊妹之间肯定都是孩子 为什么 因为兄弟姊妹之间都有孩子 每个人的心事都在自己孩子上 有了孩子之后 你算一算 兄弟姐妹 哪个是 哪个不是夸自己孩子 哎呀 咱家孩子大本可好了 怎么怎么样 那边上来 哎呀 怎么这两个孩子不好嘛 哎呀 这两个孩子可好了 每个人都愿意夸自己孩子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夫妻之间两个人都认为 这一个是好的 但是兄弟姊妹之间之后 就会发现 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好的 如果不常见面 还真罢了 或者两个孩子还差不多 或者差距比较 就是年龄差距比较大还好 如果这两个孩子 差不多年龄 哎呦了 哎呀 你看 你有一说了 哎呀 太虚伪了 逼他们 别的都可以不比 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三条说了 说攀比那个 说可能有很多人不攀比 不在乎这些 别的都可以不比 但是孩子不得不比 我没见到哪个家 就承认自己孩子 不比孩子 哪个家那都是 心里都会有那种 你一知道夸你孩子 心里都会觉得 我孩子也好 我也有夸我孩子 都会拿着那孩子好的一面 来说 因为在他心里就是这样的 每个父母都是认为 自己孩子最优秀的 所以在这方面 也是夫妻感情最优秀的 那说了这么多 朋友就肯定说了 啊明白了 说你的观点 我没听懂了 就什么 夫妻的感情更亲一些 比兄弟姐姐姐妹更亲 正常情况就是这样的 嗯 可能 因为你记住 永远记住一点 你和你爱人才是一家人 有些人跑偏了 有些人觉得 哎呀我的弟弟 我的怎么念 我的为他怎么念 那时候 你记住那不是你一家人 这才是你的一家人 你爱人 你孩子 这才是一家人 永远都是这样 所以 暂时那边也亲啊 但是没有问题的 说没问题 但是需要取舍的时候 你也应该知道 应该取什么 舍什么 这是必然的 这正常情况 当然你说有没有特殊情况 当然有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什么 夫妻之间一旦出现了 不可调和的矛盾 分道扬镳了 两个人就什么 两个陌生人 现在还不如陌生人 仇人心里回首 对不对 一旦分道扬镳了 那就谈不上亲不亲了 啥也没有 但是兄弟姐妹之间就不一样 兄弟姐妹之间就算出了问题 就算打起来了 就算出现某种各种问题 反正是不亲了以后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们还是这种亲情 血浓于水是改变不了的 这种血又喧嘞是不可避免的 就你反正有好多年轻 除了打呀闹啊 怎么的 哎到老了 兄弟姐妹之间又和好了 你们发现没有 为什么 这种感情是斩不断的 所以最后的一点上 特殊情况下 如果夫妻分道扬镳了 兄弟姐妹之间很少可能分道扬镳 因为斩不断 但是夫妻这种感情 确实能够斩断 就是这个样的道理 但是呢 无论如何 两个都是你最亲的人 好好体会 但是如果非得比一下的话呢 那我认为正常情况下 还是夫妻的感情 更深 更亲 因为毕竟你们才是一家人 人家也会这么认为 你的兄弟姐妹也会这么认为 人家 有人家的一家人 就对吧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听老宋的视频 听老宋看大伤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拜拜